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好的人 别人稍微对我好一点 我就浑身不自在 觉得压力很大 不要对我那么好 求求你虐我吧 总觉得自己有点不配 不值得 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应这种别人对自己的好 我记得以前有女孩子问过我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时候 别人同时也喜欢我 请问你是会和别人竞争 还是会选择转身离去退场 当时年少的我是毫无疑问的退场 显得自己潇洒 干净 俐落 不屑于和别人争 现在还有的很多女孩子说 我不希望我是你的选择题 我希望我是你唯一的答案 我不会和别人去同时竞争 或者也不需要别人同时来竞争 我们是需要爱是唯一的 爱是独立的 其实真正健康和勇敢的爱是需要竞争的 谁说竞争不是个好事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种逃跑回避 其实它背后是一种惧怕冲突 惧怕竞争的一个状态 就我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别人一对我好 我就不自在会难受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对别人好 在我的关系里的付出会非常多 比较过分的 就是动不动我在酒吧里 一群朋友在喝酒 然后喝着喝着隔壁桌的 可能看着挺热闹的进杯酒 然后就聊到一块去了 聊完之后都不认识人家 跟人家一桌就买单了 几千块钱跟人买了 所以一个人在关系里面 他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 你对我好 第一我是值得这个好的 第二个是你对我好 我也有能力回馈你 这个叫坦然接受别人的好 那第二个什么叫坦然对别人好呢 就是在关系里面 很多人会说 你看我和他谈恋爱 我给他花那么多钱 以后要是不在一起怎么办 你怎么样是这么考虑呢 这么考虑就不要在一起了吗 你给他花那么多钱 是因为你爱他吗 如果是真的有一天不在一起了 那你当时给他花这些钱 当时去呵护他去爱他 不也是应该的吗 对不对 你不对他好了 那你分开的可能性不是更大吗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更安全的特征 就是在关系里面 他对别人好 并不害怕自己对别人的好 烟消云散 或者是这种付出得不偿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格 比较安全的状态 第二个状态就是 这个人在关系里面 不太容易受到或者感受到 来自于外界的攻击 或者是不安 那这样的人在关系里面 他会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只有自己有平和状态的时候 他才有余力去包容别人 去共情和理解别人 就是人在关系里面 一个人如果要去包容 和理解别人的前提是 他自己是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 人家可能跟你说一句话 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吃饭了吧 我临时有点工作 可能需要加班 容易受到攻击的人 他可能会怎么想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他是不是不尊重我 明明约好的事情 为什么又不来了又爽约 是不是瞧不起我 他把这个东西越放越大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行 其实人家真的就是有事而已 但他很容易受到攻击了 这个时候 你再跟他去沟通 可能说话就会很冲 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生活里面 他越是容易感受到 来自于外界的攻击性 来自于外界这种不安 那么他的安全感 就会更低人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 是一个人 他的人格安全感 到底高不高 强不强的 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佐证吧